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斗罗大陆是一个充满畸形和热血的世界 在里面生活了许多的魂狮以及魂兽 魂狮通过五魂的觉醒开始修炼 不同的五魂所附带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,魂狮在斗罗大陆中的实力也很强大 十万年的魂狮就算是封号斗罗都莫感匹敌 看过作品的漫迷都知道 在魂狮界中,所有的魂狮在到达一定的级别之后 只有猎杀魂狮才能继续获得魂魂 不过小五就是一个例外 小五也是唯一一位在出生之后拥有满配魂环的魂狮 几乎从来就没有见过小五去猎杀魂兽 但在结局的时候,小五依旧成为了神的女人 最见得小五这个魂狮是有多强大的吧 你们还知道谁是由魂狮演变而来的呢 相信大家看完后一定有很多想说的吧 把自己的想法评论在下方和其他的网友们一起来讨论吧 如果喜欢小编的话,记得给小编一个订阅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,浩天水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